來 第三小題 稍微囉嗦一點 因為他要把它變成容易 他說要把它128克的硫 所得的硫酸配成10%的硫酸硫 總共容易有幾公克 好啦 我直接告訴你 你要先算出來 128克的硫 能產生幾公克的硫酸 然後再帶回去前面的重量百分濃度 去算要有這麼多的硫酸 那個硫硫40%的硫硫要有幾公克 要有幾公克 要有幾公克 請先算出來 硫能夠產生的硫酸有幾公克 再帶回去前面的重量百分濃度的公式 去算48克的 百分之40%的硫酸容易 要多少才會有這麼多的硫酸在裡面 OK 好 來 11號 33號 23號 13號 2號 8號 3號 11號 2號 3號 2號 上來 小心 走過來說小心 走過來說小心 還有女生 快點啦 再知道什麼 我說你要先知道這麼多的瘤 會產生多少的純瘤酸 再帶回去以前的重量百分濃度 太巨咬 我怎麼可能 現在…. 怎麼可能 你要一二八十百分之四十 你自己很快 你不要,你不要 你不要最後 Uma 體財是天才 就有人在上面發呆 直接拿油承擾就40喔 變蠻厲害的 來 通通回家 通通回家 上來在那發呆 上來在那裡發呆 上來在那裡發呆 怎麼做 老實說 找到不便 找到相等 一個是產生出來的硫酸 一個是配成的水溶液 誰是沒有變的 就是那個硫酸沒有變嘛 就是你原來的產生的硫酸多少 那個硫酸裡面的硫酸就是那麼多嘛 所以我說你要先算出來產生的硫酸有幾公克 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128公克的硫能夠產生硫酸 純硫酸幾公克 所以 所以我們要找到它 找到這個反應產生的硫酸 好 來 所以第一個 第一步 寫方程式並且硬核 不用斜 上面油 第二步 乙汁跟鎖球換成 墨 乙汁跟鎖球換成墨 乙汁128公克的硫 質量怎麼換墨 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要求硫酸幾公克 因為重量百分濃度是算質量嘛 就算公克的 所以不知道幾公克 好 換 z公克 除以 98 硫酸分質量98 硫的原質量32 這麼多墨 好 有了墨 把墨耳帶到關心 怎麼關心 墨耳關心 誰告訴我墨耳關心 均衡係數 墨耳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我要的是誰 我知道的是硫 求的是硫酸 所以是硫比硫酸 2比2 看了墨耳 放進去 算 392公克 這個是指我製造出來的純硫酸392公克 人家不是問這個 人家問的是容易有幾公克 所以要回到以前的重量 百分濃度來求 以前的重量百分度來求 剛才是產生的純硫酸392公克 就表示硫酸 溶液裡面的硫酸也是392公克 我要求的是 硫酸水溶液有幾公克 這以前教過的公式你記得嗎 溶質質量等於溶液質量成百分 濃度 那我現在要求的就是溶液質量嘛 溶質就是剛剛的392公克嘛 他就是百分之四十喔 所以往裡面算 開進去 392公克等於 T乘以百分之四十 然後後面就是數學啊 算完之後變成 就來80克 所以 那個 硫酸水溶液有980公克 就是這樣做 好 OK嗎 OK